现在只要一提起棉北 我们就会想到电信诈骗 仿佛电信诈骗只盯着咱们中国人一样 其实大家产生这样的想法 无非是我们国家无私脚反诈宣传的功劳 给了我们一种这样的错觉 那问题也就来了 这电信诈骗骗得了美国人吗 嘿嘿 我想说的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诈骗 各位观众老爷可能不知道 光是去年2002年一年 山姆国那边就因为各种电信诈骗 就被搞走了103亿美元 数额为5年来的最高 把这些美国的福波勒CIA 气得那是牙根直痒痒 看到这里你可能就要问了 这帮人到底是哪一路的 竟然敢割大漂亮国的韭菜 难道是两肋插刀割腰子的棉北 还是毒贩横行的墨西哥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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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哥俩都不是 而是干净优卫生的印度三国 如果说明北的诈骗集团 只坑自己的父老乡亲 那人家印度三国格局就要大得多了 人家虽然身在亚洲 却心系全球 专业收割美国人十多年 甚至就连传说中上天入地的福波勒 遇到他们也得摇头叹气 要问印度三国的镰刀有多快 去年业绩增长了47% 年入103亿美刀 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被骗过 而这其中的主力军就是三国 那么问题又来了 我们都知道 这三国说英语是满嘴的咖喱味 怎么会把这诈骗行当给支撑起来了呢 即使这一切原因还是美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会儿 老美的资本家为了降低自家企业的成本 于是就把人工克服义务 外迁到了印度 毕竟这英语是人家印度的官方语言 人家有这个优势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里的人力成本只有美国本土的10% 于是很快像什么微软 亚马逊 苹果等大公司 都把人工克服业务搬到这里 那就这样 美国人的生活 彻底被印度口语的客服电话给包围了 据统计 每天有40万个印度人 给他们打跨一张电话 其实美国老百姓 一开始对嘎喱味英语意见挺大的 但是民意的小胳膊 掰不过资本的大腿 改变不了就只能习惯 其实这件事 印度和山姆国两国家的政府都挺高兴的 印度每年为美国企业提供了数亿美元的廉价劳动力 同时 印度也缓解了就业压力 另一方面 也培养了印度人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能力 数百万印度客服与美国客户的交流中 印度人深入了解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同时也吃着了红利 但是别忘了 只要是红利就有到头的时候 2010年左右 受自动化客服系统打击 印度的外包客服行业出现了危机 大量客服人员失业 于是印度政府傻眼了 这百万从业人员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印度的有识知识痛定思痛 立足印度本国国情深挖市场需求 实现了产业升级 至于这个产业升到哪去了 相信有部署 大家也都知道 没错 就是电信诈骗 大家想 在这呼叫中心当客服的人 那口才和对人性的把握 那绝对遗留 只要给他话术 叫他去忽悠一个普通人 那还不是跟做咖喱一样简单吗 于是 各大诈骗组织 纷纷盯上这些丢了饭碗的客服 并且 大家一致认为 穷人不骗穷人 咱要干 就干大的 就搞那个号称 人类自由灯塔 资本家乐园 山姆国 于是 印度开始愉快的行动起来 他们利用掌握的客户信息 通过电话或网络 对美国人进行收割 最初 印度三国通过冒充技术支持 偏取美国老百姓的计算机维修费用 但是这种手段很快就过时了 毕竟效率不高 在这里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 美国人最怕什么 三个字 国税局 上到官员 下到罪犯 听到国税局的名字 那都是文风丧胆 那咱们知道这件事 印度三国自然也是知道的 于是 三国们就伪装成 美国国税局的工作人员 给美国老百姓打电话 说对方存在偷税漏税嫌疑 必须立即汇款 补缴税款和罚金 否则将面临严厉处罚 在整名的逻辑 加半哄半忽悠下 大多数美国良民一听 裤裆颜色就深了 但听说 花钱就能消灾 于是 要多少 给多少 有钱的人 分分钟被骗几十万美金 这种威胁性的手段 屡时不爽 三国利用美国人的这一心理弱点 每年从容骗去 数以亿计的美元 我们都知道 山姆国那边 还有一个药物泛滥的问题 于是 三国就冒充基督局 随即给美国人打电话钓鱼 说你和一个洗衣粉案件有关 只要你上了当 说明你就有事 那就是可以长期进行诈骗的大鱼 很多人被这种手段 骗到倾家荡产 印度电信诈骗业 风生水起 严重损害了山姆国的美刀 美国就给印度政府施压 但人家印度也不傻 电信诈骗犯罪 基本不会危害国内 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而且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丰厚了印度的外汇储备 自然呢 对此事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也就是说 在印度政府的放任态度下 电信诈骗已经成为了 印度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贡献着可观的税收和就业 它已经深深的植根于 印度的经济社会之中 想要一时之间将其连根拔起 我想啊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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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